有人問剛才我有提過小鵬 他又想問你意見 那是否現在值得入呢? 我自己不是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Texa 就不是那麼喜歡小鵬 不是這個原因先 所以第一步要先說 但是最主要是 其實我們會擔心 小鵬現在不是開始有很多輸出 但是其實他們因為有些東西交付不到 即是說某些Lighter交付不到 或者某些有些車款 會在下年第一季可以重新出 這兩方面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前者剛才說的Lighter 本來就是一個燒錢的一種設備 其實對他來說無理有壓榨 而剛才說的第一季 他會再出他一直有賣的車 那個車型一向對他來說是無理低的 而小鵬這間公司 以中國那幾間EV來說 無理最低是他 變成你接下來會有很大的無理的壓力 那這件事是對於一些 雖然他也是屬於燒錢的公司 那會是有一個比較大的 我們自己的關心在這裏 那你說當中如果最近出了幾間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增情色那些 其實我會當是一種hybrid的感覺 其實理想就反而 即如果你 其實幾間都說了 為了大家明白為何我說是合謀 但如果要選擇的 即我可能會想 理想可能可以想多一點 是的 因為一來又是交到數 二來呢 之前的人就是笑他 只有一款車 即他接下來第二季開始會有第二款車 是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正因為他只有一款車 其實變成他對於之前要去做那個 去面對供應鏈緊張的那裏 他反而就變相被動地受惠了 是的 其實這個方面 我相信如果要在二選一裡面 我會寧願選理想 是的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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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